我觉得就是说 首先我觉得非常遗憾 就是说因为我在北京住过10年 那么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和就是共产中国的一个极权的国 政体我们在一直在打交道 一直受到封杀打压 那么现在讲的美国的主流媒体 不管是什么纽约时报CNN这些 其实都是和我曾经并肩战斗过的 像中国的极权挑战 像这种就是言论镇压封杀 我们要把这些被中国 这些被压迫人的声音传出去 是我们当时共同的使命 所以说我很遗憾 就是现在美国的媒体 而且像美国现在所谓的社交媒体 不管是谷歌还是就是说脸书 这些推特 这些都是被中国禁止的 那么当时我们也是 在中国推广言论自由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进入中国 而且中国的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中国那些追求民主化的人们 他们都通过翻墙的手段 来上这些社交媒体 但是说这些社交媒体这一次 用这种封杀这种方法 封杀大家说言论自由的话 你要同时也要把各种声音 都表现出来 那对就是像川普一个总统 而且这么多的这个声音 你完全把它否定住的话 这很明显你做的方法是非常 就是不符合你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方法 那么在就比如说呢 还有一个媒体 比如说这次很奇怪 就是冲进国会这件事情的话 当然暴力是不对的 川普总统也说 他讲要求法律和秩序 但是说这次死的四个人 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嘛 那么大家想当一个强权被压迫的时候 国民没有声音 即使是民属国家的话 大家通过一种突破 就是稍微这个占据某种方式的 表现自己的不满 并不是一个最新的事情 比如说几年前 美国出现了占给华尔街嘛 很多次 占给华尔街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主要媒体 是支持这些人的 基本上对他们的评价很高的嘛 那么香港的占中 那么台湾占领太阳化 占领立法院的太阳化运动 这些运动的时候 当时的 当时大家怎么讲 就是说 没有 有非常小规模的暴力事件 但是这次明显 打到四个抗议者 这属于暴力执法事件 这应该是警察需要反省的问题 应该追求警察开枪的问题 因为 警察并不是迫不得已开枪 而且就是说 很多 就是要 只是要闯入这个行为而已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媒体一边倒的 完全在谴责的是 川普 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不正当的 那么我想今后呢 本来呢 我们 我也属于一个媒体的一员 媒体首先呢 它就是进入一个 叫 协洋产业 就整个现在 在各种各样多元化的时候 我们首先这些媒体的 今后的生存空间 就是不大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你用这种 非常选择性失明的方法 非常不公正的方法 来报道 会加速这些人 就是说 大家远离这些媒体 是媒体的将来的生存命运 会越来越窄 会越来越小 另外一个我觉得 这次美国社会造成这么大的分裂 很大原因 其实是主流媒体造成的 正因为 他们的 选择性失明 他们的报道不公正 所以说呢 有网上很多各种各样的谣言 都会出现嘛 使大家没法正确判断 所以我认为 美国之所以走到今天 这个主流媒体的责任 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被弹劾的 不应该是川普总统 而是美国这些主流媒体 真的是很匪夷所思 推特所给出的理由 是相当可笑 你仔细看一看 他封锁 那个川普账户的理由 竟然是川普声称 不出席1月20号 拜登的就职典礼 令让到那个群众 动员起来 会造成一个暴动 喂 他不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 就等于他会煽动暴动 就把他永久封存 不只是这样 最近的消息 这YouTube也出手了 YouTube是 要把川普的那个 上传新影片的权限 停权一个礼拜 再加上是 其他的comment的功能 留言评论的功能 永久封闭 无限期的封闭 那这样的情况 你看得到 整个美国社会 已经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刚刚讲parlay parlay是那个法文 speak的意思 说话的意思 parlay就是没有办法去说话了 那这个地方非常的 引人家注目 因为这个parlay 基本上不只是被Google的那个 用那个app 那个应用程式那个方法下架 Apple也对他这样子 更重要的是 Amazon 那个AWS Amazon Web Services 也是用同样方式来对待他 上游下游所有厂商把它切断 搞到现在parlay呢 现在是做什么事情 就是起一个输送 他也是引用那个 Antitrust反托拉斯 去告那个Amazon 声称他是为了Twitter来服务 等等东西会搅在一堆 两极分化会产生 社交媒体的生态越来越左倾 没有办法梳立起一个 真正自由的平台 当时川普反对1996年的 通讯断政法第230条 目的是什么样 因为这个第230条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是你所有的社交媒体 本来就是不需要对他的言论负责 但是当时没有审查言论 你审查言论就需要为言论负责 不审查言论就不需要为言论负责 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看法 但现在的话 审查言论变成是一个 好像是家常便饭一样 这个是一个非常坏的情况 难怪现在那个佛罗里达州 那个州议员 共和党籍的Antony Sabatini 在上个月提出一个停止社交媒体审查法案 这是州的层面提出的 但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 但问题是由于现在参议院 众议院都是由那个 现在是民主党资政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难推动 那回到一个根本 现在跟中国有分别吗 可以从两个方向去分析 一个是常常听习近平讲 政治规矩不得妄议中央 不得破坏集中统一号 甚至是严重危机等等 现在这种情况 所谓的政治规矩 跟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有分别吗 所以这个地方 越来越中共化 这个地方是我很担心的 第二个地方是 所谓的网路长城的问题 以前中国的人翻墙出来 可以看得到自由的消息 现在慢慢慢慢稀薄了 我不能够说墙内墙外都一样 这个是不公允的一个评论 但是肯定的墙外 越来越堕落的情况下 要不要stop 大家知道美国的立宪精神 是什么样 有个John Holland 这个是当时1877年到1911年 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他说 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 不谐和音 不是软弱的表现 而是力量的象征 也有一个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叫Brandis 布兰迪斯 他说 在Whitney vs California 这个言论自由标杆的 一个案子里面说过 国家的终极目的是 协助人民自由 全面的发展 自由思考 探索预言 是探索跟传播 政治正理的必要的途径 他说 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集会自由 就没有办法民主协商的力量 也没有办法 镇压得出独裁的权力 所以现在社会控制 老大哥在抗争里 1984的情境 慢慢在美国铺开 这个铺开 就连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德国总理梅克尔 甚至是法国的财长 勒梅尔 墨西哥的总统 巴西的总统 甚至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部 社评也受不了 这批所谓的精英蓝 精英左派 他们觉得说 激进的 左翼的 恐怖的 民主党进步派的 一个清算行为 只会造成更加愤怒 可能造成 令美国人 逼声后悔的一个破坏 这个地方也响应的到 那个川普 在美墨边境 那个言论演说里面 得说的一句话 所以审查永远 没有办法封杀思想 只会把思想地下化 愤怒 临界点 导致一个反扑会出现 所以当时那个 Karmland Harris 就是未来的 那个美国的副总统 他要求 当时的Twitter 封杀那个川普 甚至有很多 美国的所谓的 有色民种 人权团体 竟然要求YouTube 去封杀川普 现在得偿所愿呢 这些什么人权 什么民权 扼杀大家的言论自由 你可以说 每一个人都有言论自由 这个是一定要有 但你可以说 某一个言论 你不同意 但你不可能说 通过这个方法 来去限制 遗憾的是什么 美国有个联邦宪法 第一修正案 这个第一修正案 是保障言论自由 一个重要的修正案 问题是 它是禁止政府国家 对于人的压迫 没有禁止私人企业 对于人的压迫 这个地方 一个空白 就是空在这个地方 导致这些 华尔街戏骨的巨恶 利用这个地方 来侵害人的自由 而中共也有个黑手 伸进这些巨恶里面 去侵害人的自由 这个地方很可怕 而且 每一个Facebook跟Twitter 他们可以大拉大地说 他们跟每个用户 所定的使用者条款里面 都可以随时 不负理由地 可以把那个用户 账户关停 这个地方是一个帝王条款 霸权条款 霸王条款 应该要予以整数 也应该予以去限制 所以未来 能不能够通过有效的 法律的方式 重建这个law and order 非常重要 我对未来四年 在拜登执政 民主党执政不乐观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理 都在心胸里面 我们看得到这个事情 每一个人被这样子去 打压的情况下 怎么样能够产生新的东西 很重要 这个堕落 是由来于三个主要的原因的 中产阶级的堕落 媒体的洗脑 大学教育的沦落 这三个东西会合在一起 导致社会控制会不断地铺开 所以美国现在的问题 可以分开三个层次 一个是川普本身 会不会连任的问题 这是最表面的层次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难 当然很多人寄予厚望 讨论的焦点都在这个地方 但还是在这个表面的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选举制度的 不公腐败的问题 这必须要改革 第三个层次更重要 而是我最着力要讲的 就是美国的价值观 观念秩序的沦落的问题 正因为这个根子上烂掉了 后面两个东西 前面上面两个东西才会烂 所以我觉得美国怎么样 重建他立国精神的一个 自由民主跟美国 例外论的价值 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价值 也是待会会讲到 蓬佩奥在那个 美国之音的讲话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个地方才是真正能够 釜底抽薪解决问题之道 否则刘年豫讨论说 拜登当选还是川普当选 这个只是第一层面的问题 没有渗入到基礼里面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按赞并且订阅我们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并且要记得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会定期的接收到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话 也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来和我们交换意见 新闻大破解的节目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9点半会定期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